溫馨的12月是大朋友与小朋友相当期待的月份 国内知名主题乐园 特别从北极重金礼聘耶诞老公公 要在六福村Long Stay一个月 园区内的美国大西部 也摇身变成了雪国世界 真的飘雪了 小木屋顶激上厚厚的白雪 仿真的模样让游客直呼超有圣诞feel 应景的装置还有这一棵20尺高的椰蛋树 让大伙可以零距离的与椰蛋老公公拍照打卡 挂上椰蛋愿望 而每逢圣诞节少不了的交换礼物 六福村也帮大家准备好了 生日节快乐 谢谢爸爸 今天来这边好好玩 超级好玩 对不对 全台湾的大小朋友 每个人的童年肯定都有六福村的回忆 这座充满童趣和探险的乐园 在冬季则变身成为全台最梦幻的椰蛋小镇 相当适合幸福的情侣或是全家大小 一块钱来体验雪国的浪漫 我们全家来有飘雪 然后还有那个 这个那个圣诞屋啊 然后圣诞老公公 然后我们觉得很快乐 很像那个真实的感觉这样子 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这边玩 因为我们今天算是提早来 然后一进来的时候就觉得气氛还蛮浓厚的 所以所以就是找我们的朋友 对啊我们找圣诞和Kevin一起来 他是一起找他们来过圣诞节 可能圣诞节那时候我们再来一起 诶圣诞节怎么能够错过椰蛋大餐呢 圆区内的牛排馆也贴心的帮大家准备好了 限定版的双人烤鸡大餐 搭配精彩的灯光秀表演 还有耶诞老公公欢喜的发送糖果 如此贴心又充满创意的安排 帮大家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午后 今天我点的那个烤鸡特餐 那就是觉得份量很够 那两个人吃也都刚刚好 那就是很好吃 所以我觉得吃皮吃很好 想和耶诞老公公一同享用美味的圣诞大餐吗 想亲身感受最浪漫的雪窝氛围吗 想过一个最到底又充满童趣的圣诞节吗 那还犹豫什么呢 赶快手刀冲向六福村吧